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哥倫比亞盼取委內瑞拉 在星期五清晨 美洲國家杯分組賽B組有好戲 都其是由哥倫比亞對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自從2016年以來各項賽事 五次面對委內瑞拉 都能夠斬獲三勝兩和的不敗戰績 期間得失球比是7比1 而且他們最近一次交鋒 以3比0橫數委內瑞拉 看到哥倫比亞的整體實力明顯在委內瑞拉之上 今次兩隊再度相遇 應該要看好哥倫比亞可以再次取勝 哥倫比亞之前在世界杯南美洲居外圍賽的表現 不太好 有的是在比賽中段 球隊遇上一和兩副的不勝戰績 好在球隊及時無人保路 經過一番挑戰之後 在這階段最後兩場比賽分別3比0擊敗秘魯 緊接著落後兩球的情況下 絕平實力強勁的阿根廷 一勝一和的戰績令球隊有些透氣機會 看得到哥倫比亞的狀態似乎回到來 而且上將他們在美洲杯分組賽的首戰 雖然上一次他們在世界杯外圍賽裡 他們有慘租阿瓜多爾6比1血洗 但極具銀性和意志力的哥倫比亞 就憑卡當拿的全場唯一入球成功復仇對手 玩回面子的哥倫比亞 除此之外 球隊攻擊線上還有杜魂沙、柏達和梅利爾 他們的能力都非常出色 所以整體實力更勝一籌的哥倫比亞 今場值得看好 另一邊說回來瑞拉 其實瑞拉表面的實力不太強 而且她在今屆世界杯外圍賽裡 只得一勝一獲四負的戰績排在倒數位置 基本上已經是賠跑 對比起以往來說 瑞拉的整體實力和抗壓能力 都不及從前 球隊上將面對東道主巴西 全程被對手壓制 自己那隊吃蛋之餘 還被巴西三道破門 遭遇慘敗 他們的士氣被受打擊 加上疫情原因 委內瑞拉有不少球員 已經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不能上陣 其中球員包括 河西馬天尼斯 沙華連盧 和湯馬士連江 這些具備不錯實力的球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疑令 委內瑞拉雪上加霜 所以 今部各方面 處於劣勢的委內瑞拉 都不太看好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